吃KFC一定要比泰吉利 为了防止这个世界被破坏 为了守护这个世界的和平 可爱用于人的反派角色 我是小毛胆Sapphire 今天就要来破解KFC的奥妙 KFC可以说是马来西亚人的天堂美食 诶 可以什么呀 有时候只有我们考到好成绩 或者是家里办party 我们才有机会吃到KFC 平时你想吃KFC 你先不讲啦 KFC的精髓咧 在于它的肌皮 如果你是KFC不吃鸡皮的 去吃KFD KFC除了它的炸鸡 它的GGwages也是不错的 GGwages的精髓咧 就在于它的起司 够浓 够多 够厚 就像你男朋友的那一个 据说 喜欢吃KFC的人 会比较有童真 因为呢 他们享受与童年的快乐 正所谓 我有炸鸡 你有故事吗 Cheese 吃KFC 最不能少聊的配料就是tomato 而太细利 吃KFC配tomato的人 通常都比较像小孩子 天真 薄薄 可爱 像我一样 吃KFC配tomato 简直就是绝配 可以讲是人间天堂 nice nice 吃KFC配吉兆的人 如果滚出来 你不要吃KFC 以及吃大便 再配吉兆 再配吉兆 超大便 你 臭 好啦 我继续吃我KFC啦 记得tack你 喜欢吃KFC的朋友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bye hahaha 有星期月配宣传群 马上实行我们 让你最低价格 画得最高不光率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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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叫emo 哎呦 还要讲咩 炒币又亏钱了咯 万老 什么年代了 所以炒币 炒币 哇什么来哦 你看 PryBot AI有个机器人 西北丘哦 他可以帮你自动交易 监控市场 还有避免人为措施 最厉害是啦 当客户有制定 那个保守与基金的策略的时候啊 一个机器人 会有效分配你的资金投资 还有风险管理 哇 这样给啊 现在推荐别人 还可以获得 75美金的奖励哦 还不快点去下载